如今KPL的编路都这么卷幅 不仅要战坦双修还得挥一手貂蝉打编路 星恒在比赛用貂蝉保持全胜后各大职业编路也开始偷偷练了起来 当然作为一具的首发对抗路安天帝自然也不例外 昨晚在巅峰赛加练貂蝉不仅成功带飞队友还打出了全队最高伤害 那么一安的编路貂蝉完的到底如何让我们一起来看 来到选英雄阶段 一安为了能顺利在五楼出貂蝉编路 于是发挥其聪明才智冒充心横来稳住队友心态 而且用的皮肤还是猫影换舞 进入队局这把一安对线的是老夫子 因为老夫子手短导致被一安疯狂消耗 正当一安和老夫子斗智斗勇时不料三级的老虎突然杀出 一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即使开启弱化也依旧难逃一死 好在队友支援过来收割残局也算是及时之所 时间来到三分钟 弹幕纷纷吐槽一安貂蝉完的很僵硬不够秀 才三分钟你说我吊弹僵硬 卧槽 才三分钟 紧接上路爆发团战 一安第一时间到达战场 就在观众以为一安要打出一波天秀操作时 结果刚进场就被敌方疯狂拉扯导致空二 复活后一安果断集合队友反弹 看到老虎直接上前引起搜 眼看即将倒下开出弱化细节二技能拉开身位 最终半血的老虎被队友完成收割 警戒敌方中路还想强行压缸 一安见壮力马集合队友进行反击 太乙率先倒下后正面一安溃败 正当大家一致觉得应该撤退时 但一安却有绝对的自信 真正上的一打五 将细节拉满直接带走敌方三人 简直恐怖如斯 请求集合 或许是上一波操作给了队友极大的自信 在人不齐的情况下 太乙主动开启团战结果却出现了意外 眼看队友接连倒下 一安配合阿科敦草抓到了一个落单的老虎 游戏进行到11分钟 孙上香装备已经接近成型 张飞即使是满血切友大被集火后也瞬间融化 趁着敌方张飞掉点 一安貂蝉一波使尸及绕后将伤害拉满 敌方几人就算在塔下也不安全脆皮瞬间蒸发 不敌 四一鸟 拔起进攻 我梦到什么呢 四一鸟 拔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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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分钟兵线进塔推掉水晶拿下比赛胜利 结算面板一安斩获 MVP打出全场最高输出